Yay 愈夜愈娱乐 通常我们觉得艺人明星是很忙的 每天都空中飞人 每天都会现身不同的地方 就好像子丹哥那样 今天又说飞去外国那里参加什么动漫展 一会儿又说飞回来香港出席什么影展 又说来内地拍戏真的忙得脱了 脱了就好了 做艺人当然想忙些四位飞 难道每天在家坐艇舒服吗 那倒是 不过以子丹哥今时今日的地位 其实他可以有选择 要么就可以选择很忙 要么就可以选择很有空 对他来说影响也不是很大 是 因为子丹哥接下来有一部新戏 追龙就要上了 入边去演呸号 而且是跟劉德华合作 现在这个状况 华仔应该很难出来做宣传 所以宣传的重点应该都去子丹哥那里了 哦 那我明白了 最近子丹哥多出来制作一些新闻 可以为部戏做好宣传 都是好事 好了 关于他们 马上大家今晚第一条新闻 讲到娱乐圈里面 我由内光的女明星 在拍林森鱼感应第二 都没人敢应第一 昨天上午 产后极速复出 马上拍戏的林森鱼姐姐 就再次以左拥右抱的姿态 出来为她最新投资的电视剧 《我的男孩做宣传》 为什么我专门表 林森鱼姐姐是左拥右抱呢 是不是因为这部电视剧的主题 是林森鱼最爱的四男争一女 虽然电视剧的片花还没有一体 但是现场所见 已经有四位不同年龄的猛男 为了林森鱼姐姐切出一旦转 其中包括了青岭白症的少男 三十二纳的型男 还有步入中年的熟男 究竟芯鱼姐姐最喜欢哪种类型的男人 什么都不用说 先量一下胸围 看到芯鱼姐姐发生霸气女王 挑选男重 我Jumie真的觉得她柔弱的外表下 包裹着一伙武则天的心 所以经过掌鱼左挑右选之后 周迅的老公高盛远 就成功脱泳而出 吸引到芯鱼女王的青睐 芯鱼女王 芯鱼女王还对高盛远照顾有加 很贴心地鼓励她说中文 看来芯鱼姐姐的味道 都是倾向于中意型男风格 话说芯鱼姐姐 听过你这部电视剧里 还有很多九零后的少男少女 你跟他们沟通起来有没有困难 还好 其实我的心态都蛮紧紧的 而且我觉得都跟这么年轻的人相处 这么年轻的人相处 我相信大家都会很欢乐 我们拍摄的现场上都是非常欢乐 芯鱼姐姐 既然你现在真的全力复出 那有没有收回未生B之前的水准呢 因为其实一直都有在运动 但是因为即将开牌 又知道说 戏里面大家都很瘦 因为那天我的经纪人一试完本鱼 我告诉你本鱼非常瘦 你自己小心一点 所以压力很大 芯鱼姐 你都好fit 不过说回 你不要看芯鱼 好像笑容满面 其实她最近都有一些事情犯的 而且她犯的这件事 个个不可以碰 记者不可以问 没错了 这件事就是早前有人爆料 就说她和霍建华那场婚礼 其实只搞一场结婚大龙凤 她们两个是未拿症的 即是非法同居 不是 林芯鱼 也带肚子生孩子了 对 人家的女儿都生了 平时很恩爱逛街 shopping 你们竟然有这样的传言出来 没错了 这件事真是踩到芯鱼的尾 芯鱼可能现在心火很胜 在想 哪个 那谁说这些东西 想影响我的情绪 破坏我们夫妻的感情 我和她的世界 选我个会毁谤 没错 所以已经出了律师信 应该是用一个强硬的态度 警告这些爆料的人 和未来企图想乱爆料的人 告诉她 乱说话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其实态度放得这么硬 大家都知道 这些爆料一定是假的 只不过多够一段时间 不会有人说 这段时间 就当新闻热点炒作一下 我们看看影片 虽然端午节已过 但是 敗制屈原的活动 照样都如火如荼地进行 昨天上周 由张兴雨 拍摆内地小生 马可齐齐转的 斯美人剧组 就拉大队去到屈原的故乡 举行纪念屈原的活动 不用了 哇 纪念端午活动 关了张兴雨什么事 知名为人家 张兴雨 转了一部 以大诗人屈原为主题的电视剧 《斯美人》 若不是我让你伤心 你就不会到王公里 你若不到王公里 你就不会发生这么多的事情 我让你放手 我让你放手 可是我心里面只有你 说起这部斯美人 自从他播出之后 就引起很多的非议 而最令大家觉得不合理的是 历史上的屈原 明明是一个 歪歪不得志的才子 而在电视剧里面的屈原 居然就摇身一面霸道总裁 又有美人相伴 又有私情画意 又一点都不像怀才不遇 我要你一人注意 我只想与你一人摆倒些路 不过好在这部剧的女主角 是娱乐圈里面的 是非小能手张兴雨 话说张兴雨一组 已经凭借着 新版《神雕合女》里面的 李莫愁一个 抚露了很多粉丝 所以她在《斯美人》里面 声音的屈原红颜知己 莫愁女 虽然变得中规中矩 不算突出 但是呢 都照样吸引到很多剧迷 过来捧场 哈啰 蜜罗的朋友们你们好 很开心今天可以来到这边 然后祝大家 端午节快乐 我是张兴雨 我在《斯美人》中 饰演的是《莫愁女》 哇 轻月妹 听过你会演的《莫愁女》 因为和《斯美人》里面的屈原 我都要生要死 刀仔刺大鼻 所以整天都要情绪暗然 哭苦哭忽 那怕起床 又会情绪低迷啊 是应该的 就是她有一个表现出来的 姐姐或是好 我跟女人说 都带了她们一起来 对吧 所以没有说特别 就是设计上很难的 但是可能在我演《莫愁女》的时候 其实有时候 一个个爱的人 偷偷离开她 她看着自己 一个个爱的人 都很有趣 她看着最后面 清楚觉得 厚厚一点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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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喜欢的角色 难过情至关 饰演屈原的马可 就说 她最难的 是怎么去理解屈原 这个爱国诗人的心路历情 其实在演之前 我对屈原的感受就是 她是一个很伟大的爱国诗人 然后感谢她给了我们三天假期 还有好吃的粽子 她有写音 对 然后演完之后 我就觉得自己更能感同身受去理解她吧 听这条片虽然说刚刚好端午节 不过看到她们成关人 特地去到当年葳元头江的地方 去做这个宣传 我觉得都挺重视这部戏 是啊 喂 想什么程鸦 这部戏开播的时间 她们都精心想过 哇 那些工作人员导演组 可能是这么想的 喂喂喂 我们计好的时间 什么时候开播 什么时候刚好高潮位 吃阵来端午节 到时去逐一逐个收视做长活动 好似好店当 不过 再看回这部 斯美人 哇 男女主角 又不是说一线明星 那些什么小鲜肉 花蛋 哇 你想说大家好关注 有点难度 所以因为先天不足 后天做多少都好 有些人配烂水就说 未必帮补得到的 是啊 不过都要准尽人事 老实说 张轻宇作为演员 收到人家这么多的片集 怎么都要配合一下做宣传 如果不是 怎样对得住那些片集 对不对 好了 讲完她 我们看下来的影片 内地娱乐圈哪个小花 最有机会接班上位 你这个大眼妹感应第二 都没有人感应第一 昨天下午 在一个武俠剧的开镜仪式上 我们看到一个熟悉的精灵身影 她是谁 之前不是最近凭借着 那部由六含村的泽天忌 而人气金星的吴线妹妹 可以吗 非常好 非常好 说到这个吴线妹妹 大家不要看她好像年纪轻轻 其实她去年 已经在唐嫣那部 何医生肖帽里面 做年轻版的赵陌生 而一炮而红的了 刚才让你过来 你为什么不过来 这人家不是在表白吗 我怎么跑过来打扰 再说有个先来后到嘛 人家在追你就让她追完落再来 虽然在戏里面 她的表现都算出彩 但是始终都是个配角仔 没有给大家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所以到最近的话 总算是给大家知道 什么叫做杨蜜的接班人 为什么说她是杨蜜的接班人 只不因为她在乘天记里面 做那个妖族公主乐乐 古灵精怪的程度 简直可以和当年 《仙剑骑传》里面的杨蜜有得辉 她一出场就鬼马得意 灵气十足 我们为何要赌 家中长辈老要我读书 好不容易当神徒放个假 我这还没玩够呢 读书很好啊 可以名脸 我这么名脸 需要再去读书吗 大好春光 不就是来玩什么睡觉的嘛 而且最重要的是 和陆含祖城两司徒 好鬼有火花 那些沧桑的命是很重要 但对我来说 你的命才是最重要的人 我不让你去 我不让 所以说呢 其实这个妹妹仔 以后只要好好地拍戏 假以时日 一定可以大红大紫 哈啰 大家好 我是林倩 在圣诞话中 拜访的是叶远安 在当日活动现场 另外Jimmy的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这个妹妹仔 也挺有礼貌 不会像一些一红就摆了款的明星似 似宠生嬌 爬文爬武 而是做一句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又一句多谢似 谢谢张老师 谢谢 和男主角拍照的时候 还有些害羞 不停笑牆 陈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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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妹妹仔 不用这么惊青 放松点 不如跟大家讲一下 你的角色有什么这么特别 要你常常都穿男装呢 他是 算是光二代吧 然后 没事就喜欢蹭着到处去查查案子 所以就男装可能在这个年代当中 会比较方便他去游走于各个场所之中 哦 原来你要做女版的扑尔摩斯啊 那听过在电影里面的两位男主角 都会追你的啊 不知道现实生活中 你又喜欢哪一款多些呢 人物角色永远没有说真实人 生活当中那么丰富 所以就太这种冷冰冰的也不合适 就太这个是吧 老在后面扯一脚也不合适 是吧 广告回来 继续《月夜月娱乐》 欢迎回来《月夜娱乐》 讲到刘德华呢 受伤之后都很少碰头的了 后来他不是回到家的 很多人就说 回家应该养伤养得好很多 不知道你现在的进展如何呢 大家不用担心 听说呢 华哥仔恢复情况相当之好 现在不用拐杖 都可以走到十分钟 不过医生的建议说 出外还是应该动之拐杖的 如果不是被人碰到怎么办呢 所以华仔现在都很小心 可以不扑头就不扑头 年底本来有个红管show 现在都已经取消了 是啊 但大家不用失望 听华仔口气就说 放心各位 我下一年会补回给大家 还要我下一年会搞一个 巡回演唱会 华仔一直都努力 所以才有黄牛华这个说法 但我说 你不如休息久一点 等身体彻底康复 到200分才出来 对吧 那医生啊 会在旁边帮着华仔 应该没问题的 放心吧 大家我们看看影片吧 昨天上午 娱乐圈里面出名字相高 情相好的世界女 不是 是聪明女薛凯琪 就以特别嘉宾的身份 出席某拍卖网站的创立仪式 好 中间 麻烦 为什么我Jimmy会说 Affy是世界女 原因很简单 只不然她口甜舌话 懂社交 精通的老闆三板虎 第一板虎 就是老闆的儿子要创业 场面你一定要支持 没错了 话说今天这个拍卖网站 其实是太阳娱乐大老闆的儿子 周公子开的 既然是太子爺的事业 身为太阳娱乐一姐的Affy 就算多忙也好 都要亲自过来做生招牌 好 大家在这里 谢谢 不过撑长渣的样子是没用的 还有口甜舌话才行 所以Affy的第二板虎 就是能屈能伸 在适当的时候 可以从一姐变成小粉丝 对着太子爺不停吹捧 首先恭喜你 谢谢你 这么小就冲烈 而且真的要说的 其实真的很创业 是的 第二样要说的就是 我刚才看了那条片很多次了 我决定我真的 一人间私底下 给你46.9 你给一个刚才那些开房车 因为作为同公司 我觉得我绝对有优先权 哇 Affy这么说 不要说太子爺受落 就连老板都开心得见颜不见颜 而在全场情绪高涨的moment 这个时候出动第三板虎 就是和太子爺玩共同的语言 除了你创业之外 我都创业了 我都创业了 姐姐都创业了 那就没有掌声的 哇 我来说都有自己的 製装品牌 拿不到我的系列上来 因为我们7月才开门 我现在穿了这件 所以应该搭着我的肩膀 就可以了 好 那我就会送我这个新品牌 叫Spirit Unus的系列 去给大家奉行 都很有意义 见到Affy通过三板虎 轻轻松松地修复了老板一家三口 有Jimmy就知道 为什么她可以练赢Stephy 成功霸佔一姐的宝座 原来全靠色SoSo 色刷鞋的世界女本色 话说话Affy 听说你的自主品牌 主要是卖衣服的 是不是 这是我从小的梦想 有自己的品牌 也很感谢很多艺人朋友 例如Sammy 千花 Tinza 张君凌 很多很多人等等 填了来 去支持我的衣服 帮我铺 帮我穿 7月份我们的网站 就是全国会开始 全球 不是全球 全球就开始可以买 夏天就暂时只是女装 冬天就开始有男装 Affy今年真的大便动 因为她除了做生意之外 还准备大屋半小屋 其实刚刚卖了楼 因为其实我和我妈妈住的 这里都住了很久 想和妈妈转一转 满新环境 但是暂时都不知道 搬去哪里住 因为对我来说 卖楼有很多条件 首先 首先 優先的条件就是 可以和我妈妈住得近 因为 从小到大都和她很亲密 所以 要慢慢提 看到Affy Affy对老闆 欣强的猪头咪又觉得 哇 Affy转性 以前很像艺术家性格 突然间好像变了 是啊 艺术家性格 即是说 很有个性 公司安排她的东西 她都未必听 哇 分分钟 跟公司说 有没有搞错 这部电影 为什么不是我做女主角 我觉得我很适合Staffy 这首歌也是适合她的风格 为什么都不让我去唱 有没有搞错 什么原因 为什么 为什么 就是因为你太多声气 老实说 大家就看到 哇 薛奈琪这么贵 都要求金蓝服侍 算了 公司入资完 都放在邓丽欣那里 好了 到后来 不知道是Affy好彩还是邓丽欣不好彩 邓丽欣不是出了那宗感情事件 那公司呢 哎 又想起Fiona了 没错了 你看看现在邓丽欣 哎呀 已经不是太阳一遮 而是做到排球女将 又不唱歌又不拍戏 哇 公司的资源 还不是一下子去Fiona了吗 没错了 而Affy呢 入了冷工一年 他都深深感受到 我如果再次一只小刺慧 各样都抗拒 做我的艺术家是不行的了 没错 所以他现在呢 就由一个小刺慧 变身成小白兔 什么都说OK的 那公司安排他出席的活动 OK 喂 去那些慈善活动 自己拿些东西出来买 又OK 没问题 哇 这么大的想法 那当然是什么都要遇她 所以这个机会 Affy是狠狠地把握着的 也希望她越来越好 听下这篇 好 虫虫姐姐好头痕啊 昨天晚上 前排凭借着全职末女大获全胜 而强势回流香港的陈松玲 就以特别嘉宾的身份 拍摆唱得之人 韦耳山 李洛思 齐齐衍生好朋友 賈斯洛演唱会的彩排现场 好 这里 这里 原本大家以为 虫虫姐姐最近借着全职末女的势出来 肯定威风白面 笑容爆棚 怎么知道今天所见 虫虫姐姐整个人都本腔愁容 有点强颜欢笑 大家 何解虫虫姐姐这么熟 我们稍后再说 等她们唱一首歌 为彩排热身 I can't see me alone with nobody but you for all my life When you're with me making the skies a little blue for all my life 听到这首香饗味十足的Happy Together 稍时间 将我们带回到80年代 香港经济最繁荣的时候 就是勇气了不少人的开心回忆 知大虫虫姐姐最近 就不是那么愉快 何解 知名一位虫虫姐姐的前经理人 同契姐阿寶 同契妹阿欣 日前联手出了一本书 来数臭虫虫姐姐有三宗罪 第一宗罪 就是说陈松玲是一个大话精 明明十二年前卷了钱走路 还在媒体面前扮惨 甚至被经纪人炸干炸正 一个先都没有 第二宗罪 就是爆出虫虫姐姐当年 和新加坡好姐妹有亲密的关系 后来奖慰这位好姐妹 道致虫虫和经纪人的关系破裂 而第三宗罪 就是强调虫虫姐姐这份人 其实很贪钱 为了钱可以忘恩负义 哇 虫虫姐姐 你听到这三条指控之后 有什么回应 我已经在自己的声明里面 都已经说了我需要说的东西 就是简而清楚地表达到 但是声明里面有些问题 你都没有回应到 是不是不想他们受到更大的影响 影响我这个很肯定 还有我一些家人朋友 好朋友最重要就是好朋友 也就是绝续联络的好朋友 我都觉得是我自己很难舊的 看到刚才的陈松玲 欲言又止 而且说一句 在澳洲的团队的人走过来自自浸 看来他们对这件事都严震以待 当然了 人家开了发布会 说可以公开与虫虫来对责 究竟当年发生什么事 话说当时虫虫 最红赚得最多的钱 不知为什么 和妈妈就罵了 后来她的经纪人 竟然还骗了她的钱 走鬼了 搞得她一无所有 这些惨事 虫虫当年都经常挂在嘴边 到早前想中的节目都提过 是啊 其实虫虫之所以爆响口说这些事 无碍乎一 要索到自己很惨情 凶硬正的形象 二就是 起码帮自己的老公贴贴金 就说 在我最惨的时候 我老公竟然对我不利不起 这些就是真爱 听起来是很励志的 老公那么爱惜自己 支持自己 但是那个经理人 也因为这样被虫虫 索造成一个建立忘义的小人 好了 等到现在 阿虫虫又红了 所以那个前经理人的 衰人形象更加放大 就是因为这样 现在的经纪人 可以说觉得 哇 你这样入我位 忍无可忍无需再忍 我愈出来大爆料 喂 照道理 如果阿虫虫 好有道理的话 应该不害怕 和那个经纪人互斩才对 但是 虫虫姐姐又没有这样做 到底是不是有 隐情在哪里呢 我们继续留给那些记者 狗仔去追踪 看下影片 2017年度的香港小姐选举 又是开罗了 昨天上周 以杨明、陈婷恩为首的 小生花旦助选团 就一起出来 为今届的招务活动 宣传造势 大家都知道 每年五月份 都是香港小姐公开报名的时候 每次都吸引到一群美貌与智慧并重的美女 持着 但是选完出来 很多人都会有疑问 除了灌压桂军 可以瞬间成为全城焦点做明星之外 其他落选的美女怎么办呢 就算三格不入 有不少美女都会把港姐选举 当是垫脚石 打入上流社会 就像今天 即时等师姐示范一下 如何做到疑态万千 各位姐妹 如果你们穿着短裙收拾 想优雅天装得来 又不会走光的话 拿并脚腕 側身蹲下 不用怕 小心 是 若然是有机会 参加明人混集的晚宴 坐姿就要双脚側摆S型 保持身板坐直 好似的 好似的 起身也很浪漫 还有 平时站立的时候 除了要挺胸收腹 双肩平放 最重要的是 搭上甜美的笑容 保押富豪 截亲的士都会停给你 好似的 你们很半向小姐 光看宣传活动上的几招 真是免费学到不少 纪实用的社交礼仪 只不过女孩子 就过来学做妙跳熟女 那杨明过来做什么 大家忘记了 杨明有一个港姐桂军女朋友 庄司明 说到庄司明 话说他2010年参加的那一届 是被人称为史上最丑的 一届港姐选举 但她的样子不漂亮也不是问题 人家有拿督老爸全力支持 最后怎么都可以拿到第三名回来 正正因为庄司明的父亲身份 比较特别 所以杨明在眉红之前 和庄司明摊着 就一直被人笑她这个准拿督女婿 吃软饭 不过她不单不介意这个头衔 去年还借着这个桌 在电视城含含声上位 说实话 杨明被人叫拿督女婿 叫了这么久 和女朋友庄司明 有没有计划什么时候结婚 暂时没有结婚的计划 但是两个都是向着这个方向走的 但是说结婚太快了 现在再做多几年 因为她又外面的工作又忙 我又公司外面的工作都比较忙 你真是忙着做事才好 因为最近你开工的时候 又被人拍到你 和其他女艺人走得很迷很亲密 我觉得跟公司同事 或者是跟朋友去一些selfie合照 我觉得是很平常的一个举动 但是不幸运 就被某些报纸拿了上来说 就要写得这么好 其实我觉得对朋友 或者对同事是很对不起的 不得了不得了 现在娱乐圈里面最喜欢搞风搞雨的夫妻党 又有大龙鳳要上演 全部进来 全部进来 这里是会所的地方 是 那你是否公众来一场 是我们不进来 昨天晚上 昔逢一年一度的612同志 我Gbby和魔王收到风 说有一对明星夫妇 在贵族游艇会上帮女儿庆祝三岁生日 所以当晚九点多 全城姐姐一起聚游艇会的地下停车场 对着一部保姆车遗嘴倒截 对 小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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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清楚点 车里面居然坐着叉烧饼楼丹大公 而且她身上那件红色格子衬衫 和不懂杀嬌的女人一模一样 小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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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有楼单的地方 当然有她的风头等儿子、媳妇 刘海威和杨密 原来今晚是海威仔和阿密 两夫妇为女女小浪米庆祝生日 现场的状况有多混乱 先休息一下 现在把镜头 时光倒流到下午四点多的时候 说算下午的时候 率先在刘海威那边放出风声 急叫记者跟他去机场接引 而当我们的传承记者 说到他赤入过机场的时候 就发现今天到香港的 除了小浪米的妈妈杨密之外 还有杨密的父母 也就是刘海威的外父外母 不用问阿鬼也知道 杨密的父母是特意来香港 为孙女小浪米庆祝生日 而在机场上 虽然杨密和刘海威两夫妇 一如既往没什么交流 抱着嘴面 但是身为女婿的刘海威也很懂 接过外父的行李 一直到晚七点多 他们全家都集体出动 一起去游艇会 为小浪米搞生日派对 所以在杨密、刘海威 甚至在杨密爸爸的微博 我们可以看到他们 带着小浪米的生日蛋糕 生日礼物 从这些微博我们可以看得出 其实刘家和杨家 都当成小浪米如珠如宝 而到晚上九点多 当再乘杨密的保姆车 驶来停车场的时候 由于停车场保安 一味阻止记者拍照 所以终于爆发了 新闻开头 推推推推的大笼 拍几张照片 好啊 全部进来 全部进来 这里是会所的地方 快去 那你是否公众来一场 我们怎么不进 面对着这一番 坐在副驾驶位的刘丹 一如既往的笑面迎人 又挥手打招呼 又可以摆姿势 可以看出他老人家 当晚心情奇好 小心 小心 我们快点走 放手 不过相引起刘丹大哥的 nice随和 坐在后排的杨密 就全程很紧张地 用外套包着小糯米 慌死记者 拍到小糯米的样子 你一场 我们怎么不进来 有什么事 已经封开车场 是 你一番 不要摁 阿密, 有什么好遮 既然你真的那么紧张 小糯米 就不会找记者拍了 而在姐姐掩掩的过程当中 杨密甚至还在不知说什么 跟着一把手机转出 反拍记者 看到阿密的表情和举动 似乎对记者的态度不比友善 反而开着吉普车 跟着保姆车后的刘海威 是一个以往黑面霸道总裁的本色 笑咪咪的任意不生气 来, 来, 来 小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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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见两夫妻面对媒体 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 我Jumie真是佩服他们 搞风搞雨的能力 因为今晚这场表演 并不是一场生日会那么简单 她一口气表达了两层的含意 第一, 刘海威和杨密 要双双出来表明 我们还未离婚 第二, 就是杨密又准备要上新戏 为了宣传新戏 和撇甩自己不顾雷女的 冷血妈妈的形象 杨密又怎样都要做些事情 所以无论如何 我Jumie估计 今晚应该是 小浪米人生最开心的moment 因为爸爸妈妈 夜夜妈妈 公公婆婆 齐聚一堂 围着自己团团团 对于小浪米来说 真的很开心 很难得 真是小可 刘家竟然集体出巡 不过也有些人就说 喂, 杨密和刘海威 每次有新戏新戏上的时候 就会双双女的 这样的制造新闻 会不会刻意了一点 是啊, 是很刻意的 但又怎样呢 那些记者不是照样扑过去 是吧 老实说, 今次真的大阵仗 竟然连杨密的爹地妈妈 一起叫出动 我觉得是因为 哈哈 老人家开始有点 发烂的感觉 所以要做一点点 你有没有留意最近 劉丹叔都开始 不接受采访了 我想一方面 也是对儿子和媳妇的问题 搞得头大了 没错了 而另一方面 杨密经常被骂 他只顾着拍戏 接着不理女儿 没有本心 杨爸爸听到这样 当然不开心 可能立刻对女婿说 阿威 出来解释一下 有什么好解释 总之现在 老爸又不开心 外父又不开心 不要了 一须做点事 集体出动 让大家没话说 让大家看到我们很恩爱的 是啊 刚才我们见到 刘丹叔笑到四万锦口 相信之前那些 乌云、仇云、惨霧 全部都散了 一天都干了 我们看下我们的影片 儿子生日就来到 千华妈妈妈花心思 昨天下午 迎到爆灯的 春娇妈妈妈杨千华 就再次以紫色头发 趁个练OL的招牌打扮 出来为一个时尚品牌做宣传 在这里 说到这里 我Jimmy就不可以提一件事 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几年来 派千华有份参加的时尚大秀 百分之九十都离不开老公丁子糕 嘉仁丁先生自从自己搞公关公司之后 他在实行举言不避亲 无论接什么大秀小秀 嘉宾名单上 第一个名肯定是自己老婆杨千华 这就是上阵不离夫妻党 鼻水不留外人田 不过可能有人就会说 那都要人家时尚品牌应成才行 有什么不应成 人家千华现在 凭借着春娇舅致名 再到成为票房女王 话题天后 再加上她四十多岁 还保持得那么fit 紧跟潮流节奏 当然是大把时尚大牌 差着请她出show 可能也因为她两夫妻 捆绑在一起打包找银 所以夫妻感情 才可以十年如一日 这么恩爱甜蜜 话说话千华 听我前排丁先生 趁你们相识十周年纪念日 特地在你朋友的生日派对上 给你一个很大的 surprise 是不是真的 我去到现场 我都觉得怪怪的 没有蛋糕 然后就叫其中一个朋友 不如问一问 可以立刻买 那天出了一分钟 回来 又再隔一分钟都不够 就突然间有个人捂了蛋糕 这件事很奇怪 这些这么厉害 大家起音乐就唱歌 唱一首哈喽 跳出来 看清楚蛋糕 原来是HAPPY TEN YEAR 很尴尬 那一刻 那个人在唱生日 那个人很开心 是这样的 但是大家都比较熟 我也不好意思 不要紧 千华 大家一起庆祝不是多开心 话说话 你儿子丁俊乐的五岁生日 快到了 你和丁先生 又准备如何和他庆祝 他很搞笑 他喜欢这些 他很喜欢HALLOWEEN 他很喜欢HALLOWEEN 你不能够摆在生日上面 因为蓝色 或者衣服黑 长辈是不可以的 要弄一弄 譬如说 他的蛋糕 是一只 Ghostbusters 那只鬼口水蛋糕 哇 你整个绿色 你真是不能够 Happy Birthday to you 大家 明明唱歌的时候 一刻就弄一弄 所以 幸好我很客气和我儿子说 他就转了脚面回行轨 那就可以的 听完这场时尚活动 我觉得千华参加 纯粹为了曝光 亦为了兴趣 真正大的目标是参加唱歌节目 下唱歌节目 莫非参加我是歌手 喂 之前我也没收过疯 是不是 你当然收不到疯 因为千华不会参加这些节目 这些节目是否可以斗的歌唱技艺 你看看Joey和黑勤 这么唱得上到去 最后都是模式模式回来 哎呀 既然高音、竞音、假音 都不过人 算了 千华也想了 不如我玩一些其他东西 因为他知道北上发展 一定要参加多些综艺节目 不如拉上自己的老公 一起参加竞技类综艺 但是竞技类 有时你又不够鲜肉玩 他们真是很豁得出去的 你去到一个位置的时候 做什么都就着就着 没错 就是因为后来千华也想通了 既然我姐姐是歌手 那没理由整天 玩了一些综艺节目 Bungie Jump 要参加唱歌的节目 但是又不要那些 那么厉害 大家斗来斗去 最好就是一个唱歌的节目 让我说说说可以吧 所以现在就想我说 Hashan Honey Chan 这个节目是和粉丝一起唱歌 没有压力的 千华又闲于搞气氛 可以的 好了 希望千华好好发挥 我去看一段影片 Joey Happy Birthday 1 2 3 Happy Birthday Jolie 昨天上周 刚才开完演唱会 最近在这里 专心一样紧的容祖宜 就以一身飞到爆灯的 粉红拼拼拼小公主造型 出来为一个高跟鞋品牌 做宣传 选拔Joey就来生日 所以在活动当天 大会也很有心地 准备了一个高跟鞋 大大大大大蛋糕 准备和Joey预祝生日 哇 哇 哇 你这个 你现在是Joey的生日 6月1 6月1 所以我们特别送了这个 你最喜欢高跟鞋的蛋糕 谢谢 Jolie 祝你生日快乐 真的很惊讶 Joey 你喜欢就行了 还要你开心 可能因为那一天是儿童节 但是呢 弄得Joey整个小孩似的 说要唱一首生日的歌给大家听 不如我们一起唱 三个好不好 要不然把你拉低班 扔我唱 你唱 好像不是那么好 Joey 别玩了 唱歌当然要大家一起唱才有意思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Joey 好 眼见几天人齐齐唱生日歌给她听 Joey听完都大叫感动 好感动 今天真的很开心 没错 其实人越大就越懂得感恩 所以Joey的生日愿望 就不再在红馆开几多场演唱会 也希望身体健康 还有 希望以后穿高张鞋都不咬柴 哈哈 你的愿望是不咬柴这么搞笑 其实Joey这么说是有原因 事关她的人就像个傻大姐一样 整天都弄到这儿弄到那儿 来 去年参加芒果台 我试歌手的时候咬到 前排演唱会的时候又咬到 所以咬柴对于Joey来说 也不是说不容易 所以到了今天大会也很有心 安排了一张很漂亮的高张鞋 给Joey 让她不用站这么久 而是坐在那儿 趴着她穿高张鞋的趣事 我妈妈常常说 女儿 拜托你 不要整天晚上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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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上班的 对呀 要上班的 哇 Joey 你晚上在家也要穿 看来你真的很喜欢高张鞋 只不过你整天穿高张鞋 站在你旁边的人会有怨言呢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出秀 我旁边就是那些男歌手 我记得是林峰 她说我不想跟你做朋友 哇 你太高了 是高到巨人 而且是不合比例 连平时思思文文的风笑 都说不想跟你做朋友 看来你那次又真是浮夸了 话说话 你生日快到了 刚刚粉丝和你庆祝了 那你想好怎么和朋友庆祝了 我不是很需要庆祝的人 因为我觉得 其实简单吃一顿饭 和朋友已经够了 所以我就不会说 搞一个很盛大的派对 有主题去和大家 搞大家一番 反而就是温馨的 走温馨路线 聊轻松松 大家可能打个边路 就已经够了 说到娱乐圈里面 最喜欢出风头的 尼威二少奶 朱葛梓奇 自从她人生最大的敌人 法拉离开世家之后 就连她的新闻也少了很多 那究竟朱葛小姐现在 在忙什么呢 昨天上午 已经有两三个月 我在镜头前面出现过的 朱葛小姐 就终于以爱心大事的身份 出来为一个慈善活动做宣传 谢谢两位 虽然朱葛小姐 时不时被人说她 常常觉得自己高人一等 似美行空 不过我专门也认为 这样是情有可原的 只关她是真的挺漂亮的 特别是当日 这一身少女未十足的 红色卷裙子造型 真是怎么看都不像 一个四岁小孩的妈妈 但是看到这里 大家肯定又会说 咪咪啊 朱葛小姐是挺青春亮丽的 不过她瘦得像个指板人 又好像太瘦了 各位 其实朱葛小姐会这么瘦 都因为最近太贫泡 没有时间休息导致 可能这附近飞就到了 有点不太舒服 看了医生也建议我 吃点药休息多些 朱葛小姐 那你以后就多些留在家休息一下吧 不过说起朱葛小姐的家里 涉嫁 大家肯定会想起 曾经身为涉嫁大少奶的法拉 接着就会问 朱葛小姐 法拉离开了涉嫁 没人跟你再闹不和了 你会不会嫌家太闷了 你们放心 朱葛小姐才不会觉得闷 只关她老公和儿子 常常在家上演争宠大戏 有时见到个儿子 跟他亲戚在家里 他说妈妈是我的 然后两个在打架 很无聊 先玩卡玩了 而今晚有公众号 就会讲下 劉阿威两夫妇高调延伸机场的事 究竟她们是不是刚巧出现 还是特意出来 让记者拍到她们两夫妻 恩爱 留言我们越夜越娱乐 微商公众号就知道了 还有 现在看荷里胡大片 那当然去北京路 清宫电影城 好了 约定大家的10点3月夜娱乐 继续珍珠安神再见 拜拜 拜拜